其实两性的相处 亲密关系的相处跟意识 其实都越来越被大家讨论 所以其实使用这个亲密辅具 其实他的那个比例 还有他的就是想会用的人 其实是越来越多 但是其实就是有一个地方 就是说因为 其实像这种东西 如果比如说用坏了 或者说可能久了不用了 我要丢掉 可是一般人会认为说 这些东西就是 可能我拿出来会很害羞 不知道怎么丢 那如果丢到回收的话 一般我们的现在的分类回收 其实比如说一个按摩棒 它可能是矽胶材质 可是它里面有锂电池 那我应该丢到 可能有关塑胶类的 或是什么类的 好像就很难分辨 所以而且现在其实 政府也没有这样的资讯 或是网络资讯告诉我们说 我们应该怎么丢 那我觉得很棒的是 开尔沙就是阿星提区 他设立了这样的回收箱 就是让可能一些 他想要有些坏掉的亲密辅具 他想丢就是有一个地方 那另一方面呢 我也觉得我们应该要倡议说 其实像一般我们会有一些 旧衣服回收的观念 那其实我觉得亲密辅具 其实它应该也有这种 太旧换新的意识 应该说我们可以建立 一样的生活态度 比如说亲密辅具就是说 可能定期之间 我们可能就整理一下说 大人的玩具箱嘛 说哪些可能是 可能用过了 可能不好用了 或是说现在已经不适合我们用了 我们可以去丢掉 或是换新的 更适合我们的 那可能就是也可以说是良心关系 我们自己去检视我们的亲密关系 我们的相处 我们的需求 我们的心理需求 去做一下平衡 那我觉得这也是一个 就是lifestyle 生活态度的推广 这样 所以就是可以增进良心 亲密关系的 加温啊 新鲜感啊 或是说亲密感的持续升温 我觉得是很棒的 谢谢大家